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比前几年提高了太多了 也正是源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出门选择旅游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 而且其中要注意的东西也就更多 出门在外,住宿也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是在外面住宿自然比不了家里 肯定是要找酒店的,不过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酒店也是很有难度的 但是人们也特别期待能够找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酒店 毕竟这样的话,在旅途中的心情也绝对不一样 而且放眼全球,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也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人们也都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酒店,也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 主题酒店,海津酒店,民宿等 相信小伙伴们一定非常好奇吧 全球最大的酒店又在哪里呢 其实目前最大的的确是在沙特阿拉伯 总面积140万平方米 客房1万间,投资35亿美元 但我们国家也在努力发展,挑战最大酒店的记录 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浙江境内,就在修建着全球最大的酒店 我们国家为了修建这家酒店,也一共投资了250亿元 未来这家酒店当中的客房比阿拉伯那一座酒店还要多一倍 达到了28000间 而且这边酒店占地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足有1.16万亩 说到这里,小伙伴们可能会非常好奇 我们国家已经有这样的实力了吗? 这间酒店叫什么名字呢? 其实这间酒店就是太湖龙之梦乐园酒店 就修建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境内 目前浙江酒店至少已经修建了一大半了 相信很快就会成功了 这家酒店的内部设施可是非常全面 设置了游乐场,海洋试剂,还有动物园 同时周边的太湖龙景区风景也是特别的优美 这里设施很多,古镇,湿地公园,剧院都是应有尽有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等到这家酒店竣工之后 一定会把浙江的知名度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对于这家酒店的未来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下次会带大家去看更有趣的地方 喜欢我的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哟 拜拜